你一定不会想到,把面剂子放在清水中泡一宿,真的是太厉害了 自从学会这么做,家里的早餐再也没有买过了 特别适合早上没有时间,又想多睡一会儿的朋友 轻轻松松五分钟就搞定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圈森林求关注 首先,300克的中筋面粉中,加入两克的食盐 160毫升的清水搅拌成面絮 直接下手揉成一个面光、盆光、手光的面团 这个面团软硬适中,不用洗面 直接放在案板上,搓成长条 再切割成大小相同的小剂子 这个剂子比饺子剂子要稍微的大一丢丢 放在清水中最少泡上20分钟 也可以晚上提前做好,放在冰箱冷藏一宿 接下来准备上一些配菜 一根土豆,我们切成小一点的方丁 这样熟得比较快 再准备上一块空过水的老豆腐 空过水之后,豆腐会比较刺激 切成小一点的豆腐丁,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上一颗带点的西红柿 像我这样,横竖再上几道 注意底部不要切断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分享一道家常菜美食 点击关注和收藏 以免要用的时候,可以随时找到我 切好之后,转走方向 直接就切出大小相同的西红柿丁 省时又省力 早上起来之后,我们开始烹饪 裤中加入少许食用油 把油烧热之后,放入土豆丁 在大火煎上一分钟 把土豆煎至金黄焦香 放入葱蛋,抢出香味 然后倒入切好的西红柿丁 以及豆腐丁 比条线的再大部分上一些青菜 一定要倒入滚烫的开水 开大火,固度上一分钟 调味只需加入食盐 五香粉 鸡粉 少许的生抽 提味又上色 把调料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就可以转至小火 取出泡过一手的面剂子 用手轻轻的一扯 就可以扯出又长又薄的面片 两三秒就可以撑出一条 而且不易断 撑好之后,直接下入锅中 这个面片特别容易熟 即使这样堆叠在一起 也不会粘连 全部下入锅中之后 用筷子给它搅散 煮上20秒之后 放入青菜 红柿搭配看着就非常有食欲 再来上一些葱花 这小香味一下子就上来了 学会这个做法 真的是简单又家常 早上只需要几分钟 就可以搞定全家人的早餐 冬天吃起来暖心又暖胃